如果给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整个寿命排行榜 在活了89年的十全老人 古西天子 女帝张宗 请乾隆皇帝爱心觉罗红利出场前 蝉联榜首11个世纪的 这是咱们今天的主角 皇帝菩萨 出家爱好者侯景金言包 活了86年的南朝梁武帝宵宴 这个寿数有多强呢 这么说吧 在他之前的历史上 近百位皇帝里头 寿命十打十超过70的 只有大位王战斗力计量单位 五大帝孙权 七十一岁 其他像汉武帝刘彻 厚焉慕容锤都勉强击尸 所以截至公元六世纪 萧衍堪称皇帝界 长寿楷模独一党的存在 而且他出身士族 国通经史 经修宗教 一时朴素 治下的南梁也一度祥和富庶 西域 朝鲜半岛东南亚的不少国家 都纷纷抢来朝 那么如此堪称典范的萧衍 能算是一代明军吗 有了各位三人上车 咱们开始 464年 萧衍出生 比北魏孝门帝大三岁 刚好报警砖 这一年 华夏大帝无论南北 都处在统治不稳的阴影中 北方的北魏 历经宗室宗室宦官 全城外戚的厮杀后 终于在冯太后主政时期 推动结构化改革 南方的刘宋政权 则在战神刘裕的孙子 刘裕手里 上演着对宗室 士族武将的勃勃杀戏 萧衍的家族 兰陵萧氏 上市西汉开过功臣销和 但实际上 在此时的南前门阀中 顶多算二三流 但偏偏这类家族 相对来说 嘲讽度较低 所以 皇族如果想绕开 架空顶级门阀 派宗室出镇地方 就需要靠这些 抵御没那么深厚的士族 协助处理军阵事务 用北大历史系 严博教授 在代表作 波峰与波谷 秦汉未尽南北朝的 政治文明中的话说 这叫 韩人掌机要 宗室 镇强帆的新格局 在这种格局下 萧衍他爷爷 从给刘宋宗室 当参军开始 逐步当上了 有一定 参和监察权的 智书士与士 兰陵萧氏 也从刘宋 后期的 波波沙中脱颖而出 其代表人物 萧道成 也就是 萧衍的族书 一路 攫取军政大权 这479年 加九次封 齐功 受善让一箭三连 登基作殿 改国号为齐 这一年 北魏孝文帝 已经登基 正在冯太后 辅导下 学习汉家经验 相比之下 萧衍就差点 他得先在 宗室众臣们的 幕府里 当一段时间 选调生 也就是 参军 祭九等职务 才有资格 更进一步 好在 从萧衍的 少年时代开始 一直到他30岁 南北之间的战争 逐渐趋于缓和 总体上 北魏略占上风 对南朝 构成几下态势 但也无法突破 南朝自西向东的 梁州 雍州 京州 影州 扬州 五大战略之地 双方都暂时 无法搞定对方 南方 就还有机会 既然军事压力 不算大 那萧衍自然能 比较悠然的说 我要把精力 放在文化方面 南朝 一向自我标保 文化水平高 比如 刘宋就有皇帝 崇尚诗文 在位时 也催生了 有名的大明师探 而当时 更大的一股文化潮流 是佛教 原家草草之后 南朝政治精英对宏图霸业的想象 越发让位于 对提高自我修养的追求 在这方面 强调积攒功德 轮回转世的佛教 就把南朝贵族 尤其是萧綦的皇帝宗士们 拿捏得死死的 比如 萧衍的老板 静灵王萧子良 就对佛法 重信置身 所以 青年时期的萧衍 文化底子比较差 他勤学儒家文化 以明经 入选诸生 加入了著名文学男团 静灵八友 跟狼牙王室的王荣 陈俊熙时的卸条 建立连接 他对道家思想也感兴趣 后来自称 单世老子 立业相承 但在他的工作环境中 萧子良整日 招致民僧 讲语佛法 可以说 如是道三家的要素 在青年萧衍的生命中 被混合在一起 结果是 等他有资格离开幕府 正式基身朝堂时 他能跟 南朝文化光谱中的 所有人都聊得来 那么说 萧衍真的是一个 纯粹的文化人吗 飞也 等他来到朝堂后 我们就会发现 萧衍有两副面孔 一方面 他看起来是个 有文化有内涵的 好好先生 常以温润如玉的人设出现 另一方面 他是个成熟的政治生物 给他一个投机的机会 他也有概率 能一击出奇迹 493年 南齐发生皇位更连 新皇帝年方二世 是开国皇帝 萧道成的曾孙 这孙子吧 优点是长得比较好看 缺点是 只有长得好看 这一个优点 老爹刚死 他就命令 胡姬排成乐队 接着奏乐 接着 动不动就给宦官 妃嫔发红包 几百万几百万的花 挥霍无度 令人责神 这之上 放在南北朝的政治环境里 基本的 忽幻全神宰了他 当时 有资格争斗大权的 就俩人 一个 就是好 研修佛法的 精灵王萧子良 他为人敦厚 李贤下士 另一个 是世忠 尚书令 镇军将军 萧鸾 其实 论口碑 论血缘关系 萧子良都离皇位更近 但他不乐事物 说白了 扛不了事 所以 萧衍非常果断的 放弃了老板 转而投奔萧鸾 辅佐他登上皇位 萧衍 也因此得到 外派长兵的机会 在498年 出任雍州四十 前面提过 雍州是南朝的 五大战略指点之一 与荆州 影州 互为支撑 拿到这个位置 萧衍终于有了 自己的军事底盘 不久 萧鸾驾崩 继任皇帝 论操作 比之前撒红包那位 更夸张 不仅挥霍无度 听信爱妃 还在宫中 cosplay摆摊 更要命的是 他还弄死了 萧衍他哥哥 我们说过 萧衍本质上 依然是个政治生物 在这种变局之下 他直接起兵 仙客经营 顺江东下 围攻健康 短短两年后 就轮到他 完成家官禁决 劝敬词让 祥瑞欲灭的 一剑三连 然后登基作业 十年三十八岁 爬上权力之巅的他 此后能否做得比 之前几位 更靠谱呢 从502年到549年 萧衍共执胜近半个世纪 这是啥概念 之前的北方十六国里 长的像前秦 44年 短的像西燕 仅十年 南方 在他前面的萧綦 24年后面的南辰 32年 都没他这一个人 再为时间长 为什么萧衍能做将生 那么巧 除了身体好 还有别的原因吗 有 这还得说回南朝政治 在外部军事压力降低 和内部佛教 文学的熏陶下 南朝政治的斗争烈度 也在降低 较少在出现 北方十股这种 重量级战 加上南北方 长期相持 导致南方宗士 士族 百姓 都没那么需要 强势军 对各方来说 能有个妄知 四人军 别成天作妖的 还能笼络 平衡各方势力的皇帝 叫阿弥陀佛 而有着好好先生 和政治生物 双面属性的消炎 刚好符合这种期待 换种说法 使他的个人努力 和历史进程 非常齐合 我们来看 他是怎么做的 在政治上 他主打一个 以和为位 试图把宗士 高门士族 寒门数族 都安排到位 先看宗士 他削弱了此前 南朝宋 齐用来监控 诸王的点签制度 对宗士子弟 格外优弱 只要不当野心家 谈都可以谈 比如 他六弟萧红 打仗不得行 贪污敌民 他在北伐失败 逃回来以后 萧颖不仅没惩罚 在看到这老六 生活奢密 贪污的钱币 堆满三十多间房子后 竟龙颜大悦 赞叹老六道 辱生活大可呀 随后还和老六 巨影之夜 举竹而还 兄弟情方更顿目 甚至老六的儿子 后来一度出逃北魏 再回来 萧颜都能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反酒三杯 一笔带跑 当然 这一笔 也是日后悲剧的伏笔 我们视频最后会讲到 再看高门士族 这帮人在 非拉不堪了一百多年后 嗓门依然大 占据着文化语论高地 类似 灯塔国某民族资本团体 有不小的号召力 主张何为贵的萧颜 并不想打罪他们一下 反而允许每个郡 都能派一名高门士族 参与朝政 当然 高贵的狼牙王室 陈郡谢氏的老爷们 怎能屈尊干实务呢 来 咱这儿有一堆 清贵官侄 您随便挑 只要不畅反调 地位捧高高 还有寒门数 他们有点文化 但没政治根基 雷霆雨露 巨矢群恩 除了靠皇帝 没别的靠山 自然更忠诚 所以萧颜 特别注重提拔 有能力的韩氏 让国子学 广招 寒门 才俊入学 开辟清晨通道 对一些特别有潜力的 还会安排到身边工作 最典型的 就是日后 明师大将莫自劳 千军万马 必白袍的陈庆之 最后 是底层百姓 萧颜在统治前期 经常派内侍 查访民庆 他还设立了 傍木函 废诗函制度 简单说 就是如果老百姓 对官府有所建言 或深渊无门 都可以把自己的问题 投送到这两个箱子中 以备解决 相当于 皇帝信箱和信访制度 有任何意见 谈 都可以谈 别造反就行 在经济上 萧颜主打一个 修养生机 当时南方由于战争 人少地多 偏偏 还有不少因为战乱 导致流亡的百姓 无田可重 这时候 就该汉武帝 曹老板当年的老方法 屯田 重新上马 他安抚流亡人口 释放了一部分罪犯奴隶 增加劳动人口 为便于恢复名声 他还注重水利建设 多次下令 捐免赴益 让耕地有利可同 结果是 他执政的前二十年里 用隋代史学家 许善新的话说 待 有良之心 君灵天下 江左建国 莫死为神 令居政政大学 郭林生博士 在其毕业论文 南北朝和隋朝人口 研究中的推算 交量一朝的人口风值 在七百万左右 而此前 萧綦的峰值 约在五百万左右 有了显著增长 政治上的以和为贵 和经济上的修养生息 组合起来 构成了后世 对萧衍执政 前中期的二字评价 优辱 即萧衍能很大程度上 容纳 缓解各方式 如果他能在这条路上 一只走下去 或许 真有可能成为一代名义 但是 519年 55岁的萧衍 下诏舍道是佛 一切从此发生了巨大转变 明明青年时期 如是道兼修 为什么到了这个岁数 突然一边倒的站队佛教呢 为什么这种转变 会影响南梁的国运呢 在佛教中 有种叫 沙化坛城的修行方式 就是 先化大离器 用沙土 做成规整精致的方圆模型 在瞬间将其毁灭 由此体悟 诸法无常 萧衍参严佛法的作品 恰似三重坛城 第一重 是他自己修行起居的所在 台城健康宫 这座位于都城中心的工程 是萧衍修习佛里的经社 它像是一个领域 结界 坠视着青灯木鱼 不宜舒适 第二重 是江南文物之精华 销量都城 健康 这里 有看不尽的江湖银带 猜不透的百工奇桥 逛不够的市井 焉成数不清的凡查中心 每当萧衍俯瞰这座巴巴僧鸡的都城时 可能会会心离笑 仿佛这是他潜心修佛 正得的无上妙国 第三重 是萧衍幽容治下的 萧梁王朝 他已经好久没有再懂刀兵了 仿佛北方的战果 只是遥远的传说 明星思定 精英偏安 江南仿若真是一片安静祥和的人间佛徒 吗 事实上 无论是萧衍本人 还是建康公建康城 亦或是整个萧梁王朝 虽看似沐浴在佛光中 实则都没脱离对现实政治野心的强烈追求 先说萧衍本人 他对佛法的理解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关键词 一是三教同源 他把崇尚恢复周理和道德的孔子 主张回归小国寡名的老子 体悟苦及灭道的释迦摩尼并尊为三圣 按说三教取向各有不同消息 不可能不知道 但他把三教中的交集拎出来宣扬 跟某些奇葩小国的解放神学有一曲同工之缘 究其本质 还是为了弥合思想矛盾 稳固统治根基 二是神明佛性 本来佛教杂阿韩经说 一切行无常 一切法无我 涅槃机密 修行者要堪破诸相放下执念 领悟无来亦无去 无生亦无灭 但硝烟主张 修养心性实现灵魂不灭 这就不是放下执念 而是士族君王求长生的遍体了 他以身做表率 吃素 守戒 希望更多人模仿 效仿者越多越证明他正确 越能稳定人心 降低 叛乱风险 而他居住的健康宫 看似朴素 实则结构 穷极壮丽 冠绝古今 且地势 金江大湖 风乱虎聚 还有重兵把守 如果没内应开门 外人轻易别想攻进去 硝烟 就是在这里 运筹着他的幽龙政治 正是因为这种政治模式 在健康城内外 寺院与权贵 明目张胆的侵占 大量天产 所以随书评价他 急于离属 缓于权贵 民政负义越发沉重 乃至人人厌苦 家家死亡 此时 再看被他描摹的佛法 就更像是一种 降本增效的维稳手段 更大的麻烦在于 北方的强敌始终存在 即便流域北伐 已过去近一百年 精英们也越发 不再奢望红头霸眼 但作为政治生物的消炎 不能无视威胁 所以 凡有可能投机 他难免想试一试 比如 前面说过 505年 他就让老六 萧红去北边试试 但兵败如山堂 23年后 北魏孝文帝改革时 没来得及解决的 六镇和阶级两大雷区 一起引爆 导致震惊 南北的和英之变 好几个贵族 举州 投降南方 65岁的消炎 当然不敢错过 但作为一个成熟 稳重的政治生物 他必然不会冒更大的风险 派主力部队扫荡北魏 那是刘玉会干的事 他只会派陈敬之 率领少量精英 事实在北方开拓局面 即便陈敬之 仅靠七千将士 四十七战平三十二城 冰封直抵洛阳 一心求稳的消炎 也不会加大力度 而是副次手照 称美焉 啊好好好 要冰原粮草没有 要表彰性小文化管够 也就比物流大队长 空头首领好 结果自然是北伐 再度失礼 到547年 已经83岁高龄 比今年的拜登 还大一岁的消炎 又发现了几个 在北方的高强度赛事中 有一位重量级全明星选手 侯景突然向他抛出橄榄枝 表示北方队太难打了 想转会到南方队 这样一个靠低成本 交易高价值选手 还能展现修行善果的机会 摆在消炎面前 这下他真的不得不答应 可侯景一来 看见南方幽龙阵部下 修养新兴的皇帝 费拉不堪的士族 家家私乱的百姓 这下真的不得不爽一把 一边是越发强悍的侯景 另一边是越发不乐事物的萧衍 南朝宗氏 士族一如曾经抛弃萧子梁 投靠全臣的萧衍 纷纷倒向了侯景 549年 当即将自封宇宙大将军的侯景 用兵杀到建康公台城下时 把守成文的 正是当年被萧衍优荣对待的老六之子 他非常忠诚地打开了城门 号称灵魂不灭的萧衍 坤落而死 气象万千的功成横石满路 精华慧脆的健康户口百无一二 最为富庶的江阳二洲 在战争与饥荒后千里绝烟 百股成俱 终于 萧衍和他缔造的三重弹成一起 如梦幻泡影般 归于几年 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 萧衍算明军吗 如果在真正的沉平之势 或许他能靠幽容坐稳江山 但两境以来 天下体系崩解已久 黎明百姓饱受剥削之苦 当此大争之时 他对权贵调和 向百姓催眠 朝北方投机在南方偏安 不仅自己向靠四城 顿入空门的菩萨 还试图把国家靠四城太平怀孕 结果自然是流遍了 胶原血 如果说 在神奇皇帝第一季里 从李世民 李治 诸侯赵 诸侯聪 这些大一统王朝皇帝身上 我们看到了帝王肩负的神圣价值 和顶层角色 那么 在神奇皇帝第二季 从孙权 刘善 到袁洪硝烟 历史 似乎告诉了我们两条 更为朴素的经验 一 华夏大帝 有着天下一统的政治正当性 对于他的追求者 如刘玉 或许未必能成功 但有意无意忽略他的 注定会生死过灭 二 在不进则退的道路上 前进的方法 或许有很多种 但唯独不能做的 是在战略上认怂 无论是福建 对北方内在矛盾的忽略 还是萧衍 在南方幽容投机的摇摆 本质上 都告诉了我们 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以斗争求团结 则团结存 以退让求团结 则团结网